前些天上海某隧道发生了车辆起火事件 出现了让人紧张的一幕 堵车的隧道内突然响起了大光波 随着LED屏幕一起 指挥所有司机和乘客立即抛弃车辆 向后方紧急撤离 一瞬间整个场景看起来就像电影大片一样 好在消防队员迅速抵达现场 利用墙面上的消防设施扑灭火势 起火的是一辆私家车 万幸事故的影响并不大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虽然事后看起来有点小题大做 但在隧道这样特殊的封闭环境里 及时指挥有序撤离拯救生命 绝对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 而对比这起事故 我们再次想起那部让人彻底无语的电影 《活命隧道》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因为你真的无法想象 在北欧的挪威 这样一个幸福指数世界第一 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 竟然对公路隧道这样的基础设施 极度抠门 连安全通道这样的标配都没有 导致了数起让人惊掉下巴的大灾难 一个货车司机开着大型油罐车 行驶在长达九公里的山区隧道内 疲惫的他开始犯困 而路面狭窄 对面的车灯又照得他睁不开眼 突然一个蓝色塑料袋扑到风挡上 他下意识的猛打方向躲避 巨大的油罐车狠狠的蹭向岩壁 车身擦出一六火花 经过上百米的制动才停了下来 惊恐的司机从车里爬出来 经过一番检查 庆幸的是油罐车没有着火 他迅速用手机报警求救 一切看上去似乎还能挽救 可我们所期待的安全拯救措施 并没有在此及时出现 挪威的交通指挥中心看似专业 但让人无语的是 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正确评估状况 让所有人撤离 也因为没有摄像头 还在不紧不慢的询问着现场状况 在嘈杂中大概了解到 是油罐车撞了 好吧 那就派个消防队吧 但更无语的又来了 因为今天圣诞节 消防队正在山下休息 抵达现场竟然要50分钟 结果沟通了还没几句 信号就断了 指挥中心再次打回电话 询问现场状况 但通话质量极差 还是什么也没说清楚 连事故地点在哪都不知道 就这么又折腾了十几分钟 当司机再度检查车况的时候 才发现车底已经漏了一地的油 而旁边断开的电线 闪出了火花 油罐车炸了 烈火瞬间吞没了周边的一切 大量浓烟顿时向隧道两头蔓延 远端的人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堵在隧道里一头雾水的干等着 但几秒后他们才明白自己等来了什么 突如其来的状况 吓坏了隧道里所有人 更有一些人见势不妙 开始随意掉头 跑得跑 撞得撞 场面一下乱了起来 毫无章法的自救原则 让附近的人们各行其道 就这样 整个隧道的惨烈事故开始了 挪威有一千多条隧道 而绝大部分却和这条一样 别说LED和广播了 就连安全通道都没有 除了事故只能靠自救 从2011年以来 已经发生了八起隧道大型火灾 每一次都只能靠遇难者 自己的勇气和运气 才能阻止死神 彻底无语 时间逐渐过去 交通疏导 救援人员依然没影 隧道里照明电缆已被烧毁 灯也灭了 有毒的烟气四处弥漫 没有藏身之处 也没有任何指示 大家都不知道该去哪 漆黑的隧道中 就仿佛持续飘着几个大字 请各自安好 有人下车到处乱跑 有人在车里打开了空调内循环 而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 还在讨论着事故地点 究竟在东侧还是在西侧 通风系统应该往哪头吹 终于隧道西侧赶来了一支消防队 看到现场的农烟 他们目瞪口呆 主要装备都在大消防队手里 而这帮人在干嘛呢 他们正从东侧上山 结果爆炸造成了雪崩 封了路 他们还在路上铲血呢 救援力量不足 好不容易赶到西侧的消防队 只有几个人 站在外面研究了半天 队长只能让自己同时消防员的儿子 和另一个名叫斯坦的队员 进去查看 就这样 他们带着只能维持20分钟的装备 走进了隧道 步行一分钟最多100米 10分钟只能检查1000米 但这对于9公里长的隧道有用吗 事实证明没有用 很快队长儿子挺不住了 两人出来了 也没能做出什么实际的救援 宝贝的20多分钟又过去了 这期间隧道里一个四口之家 找办法求生的父亲 被急于逃命的司机开车撞死 而母亲为了找父亲 又弄丢了两个女儿 路上很多等待救援的人 都被活活熏死在车里 而这回消防队员斯坦 接到了家人的一通电话 他女儿今早坐的大巴 就被困在这隧道中 这下他可再坐不住了 不顾消防队长的劝阻 直接开着救援车冲进了隧道 原来在隧道里的大巴上 斯坦的女儿和义车人都在等着救援 他还算懂些求生常识 知道车里待不下去了 用水打湿毛巾 带着一群人跑出来 躲进了隧道的设备间 靠着一罐氧气勉强待着 飞进周折赶过来的斯坦 一路上看到了满地的尸体 终于他找到了女儿坐的大巴 还发现了他在车窗上写下的留言 顺着这条线索 在设备间找到了他们 但这会儿就剩五个活人了 他们也终于等来了救援 但回头想想 要不是斯坦的女儿在隧道里的话 这几个人又能怎样呢 而另一头 东侧的消防队还在缠血 这边西侧的消防队 依旧在隧道口等着 他们得到的命令是 要等隧道安全了才能进入 没错 是等隧道安全了 而斯坦带着女儿和几个遇难者 还在里面 终于那个丢失了两个女儿的妈妈 总算找到一辆车 智商上线逃出来了 但两个女儿还在里边 她苦苦要求消防队进去救人 然后斯坦在回程的路上 接到了指挥中心的求助电话 两个小女孩就在他们附近 好不容易回到救援车上 她还是决定让幸存者来开车 带大家回去 然后自己义无反顾的下车 回去找人 而另一头 东侧的消防队正在积极残血 走了不久后 女儿单亲父亲 随后也下了救援车 氧气即将耗尽 斯坦终于找到了两个女孩 他把仅有的两个防毒面具 给他们戴上 而自己靠着间歇性戾气 强撑着 不久他就挺不住了 倒在地上产生了幻觉 好在女儿来了 不断鼓励着他一起走出去 最终他们还是艰难脱险了 各自与家人团聚 而这回的消防队 还在等待着进入隧道的命令 东侧的消防队 还在积极残血 但快了 还有十分钟左右就能到了 就这样 除了斯坦救出的七个人 还有靠着自己求生跑出来的人 其他的都已经长眠在隧道里 说实话 看完这部电影 你会是什么感受 基础建设真的非常重要 再想起上海隧道这起事故 我们的LED大屏全面提醒 交警和消防的迅速处置 隧道内的强势消防传设备 极大的防止了事故的进一步扩大 想要保障生命安全 这些缺一步